今天追踪第一线现场连线到的是TVBS国际新闻评论员余温奇 温奇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要持续来关注到北约的话题 因为在北约峰会开始之前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接受专访时就清楚地表达说 乌克兰要加入北约 也得先等到乌俄战争结束之后 我们要请教文奇是什么样子的原因 让拜登在参加北约峰会之前做出表态 乌克兰虽然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加入北约 但在北约盟国之外还能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 乌克兰其实是在去年9月的时候申请加入北约 但我们知道乌克兰一旦成为北约会员国 就表示整个北约都必须要与俄罗斯作战 这对现阶段的北约会员国来说是不可能的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也说了 并没有任何人想要引起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但是北约会继续给予乌克兰最大的支持 拜登也说了 只有当乌俄战争结束的时候 才会考虑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乌克兰目前的情况是 虽然在2018年的北约高峰会上 大家都同意乌克兰应该要加入北约 但是一直都没有给乌克兰一个清晰的时刻表 因此也有些人认为当时2018年的这个决定 等于是给俄罗斯一个入侵乌克兰的完美的借口 造成了乌克兰现在的情况 那这一次在立陶宛的高峰会上 泽文斯基也已经说了 除非北约有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承诺 不然他并不打算参加峰会 那对于欧洲诸多国家来说 像是落地海三小国来说 欧洲的安全局势的确是令人担忧 因此我们也看到芬兰以及瑞典 纷纷是最近加入了北约 担心自己会遭受波及而无力抵抗 那老实说乌克兰的处境 真的是非常令人的同情 因为俄罗斯一直说 北约的扩张是造成了普京 决定要侵略乌克兰的原因 但是北约又到现在 都一直不愿意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乌克兰等于是处在张局当中 只能依靠西方国家给予军火 才能抵抗俄罗斯 那最终呢 由于国际关系和地缘的政治 乌克兰的安全完全是 依靠自己人民的战斗力 以及西方的同情心 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借金 好确实乌克兰处境令人同情 不过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人物 就是美国佛州州长兼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狄尚特 他在周日表示说 中国大陆是美国的头号地缘政治威胁 那他也说一旦他当选了美国总统 将结束中国大陆的最惠国待遇地位 我们要请教文奇的是 美中角力是不是依旧是 选战当中的热门话题啊 另外 迪尚特大打反中牌 他背后有什么盘算 的确哦 迪尚特是目前最有可能能够打败川普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虽然现在的几率看起来还是不大 那他为了要选总统呢 对中国的态度也是越来越强硬 在他担任州长的佛罗里达州呢 已经推动了好几个是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州的法案 包括了反对中国人民在军事基地附近购买土地 以及购买任何的农产地 也禁止政府机关使用受欢迎的来自中国的抖音哦 说是有国家安全的疑虑 那他在上周日呢 竞选的时候 更提议要结束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地位 这是当初美国呢 在2000年的时候 为了要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特别给中国的一个待遇 我们也看到迪尚特在中国问题上呢 特别是向中国极为鹰派的专家请教 他口口声声都是说中国共产党 而不是说中国人民或是中国政府 可见呢 他打算走的路线是以意识形态为主 可能会比川普还要更极端 那到目前为止呢 他唯一还没有批评 还有谈的就是跟中国的贸易关税 因为中国呢 其实是佛罗里达州的第一贸易进口国 那随着选战的开打呢 中国问题即将是共和党抨击民主党的一个最好的议题 因此我们势必会看到更多批评中国的声音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